各位看官们,准备好迎接一场视觉与情感的双重盛宴了吗? 近日,备受瞩目的年代大戏追分者发布定当预告,瞬间引爆全网热议, 而其中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莫过于王一博饰演的魏若来一角。 那股扑面而来的打工仔气息,简直让人欲罢不能。 预告片中,魏若来身穿破洞袜子,一脸穷困潦倒的模样却意外在面试中脱颖而出。 成功获得上班体验卡,这简直就是勤勤恳恳打工人的真实写照啊。 早晨匆忙穿衣出门,早饭边走边吃,晚上加班赶KPI,入职培训做得板板振振。 看得出来,每个年代的打工人都是一样的努力与拼搏。 随着剧情的深入,魏若来逐渐转露头角,跟着师傅整顿上海金融界年轻气盛的他重拳出击,不畏强权让人看得热血沸弹。 这简直就是一部打工人的逆袭传奇啊。 看到最后,金融、政治、各方势力角逐。 剧情高潮迭起,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气看完前击。 不得不说,追分者真是一部年代大片。 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那个纷纭变换的时代, 展现了打工人在困境中无微前行的精神风貌。 而王一博的出色演绎更是为这部剧增色不少。 他成功地塑造了魏若来这个角色的鲜活形象, 让人感受到了打工人的坚韧与之勇。 分音变换,无微前行。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充满悬念与感动的电视剧追分者和王一博一起侦查探真相, 共同见证那些勇敢前行的身影。 感受那份无微前行的力量。 相信这部剧一定会成为今年的一大爆款。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免责声明,文章描述过程,图片都来源于网络。 此文章旨在倡导社会正能量、无敌俗等不良引导。 如设计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 我们将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如有事件存一部分。 联系后即刻删除或做出更改。